继续我们要给大家来看到的就是 中美两强对峙 到现在我们只看到了单点单点 从东亚到南亚 其实在川普的心里 有一条所谓的微笑曲线 这条曲线看起来蛮凶狠的 它是川普 亚太 索猴的微笑曲线 看到东北亚 从日本 韩国 到我们这个地方的台湾 这整个都是第一岛链的概念 我们今天要带大家聚焦的是南亚 莫迪总理所在的印度 印度今天出现了一张图 您来看到 莫迪跟蔡文总统 拿起了奶茶互道 恭喜连任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然川普一步一步 构建他的微笑曲线的背后 我要请侍从到我们来看到 南亚这一块 对习近平来讲 对川普来讲 决战喜马拉雅 都是不得不占的一样 没错 目前中国大陆跟印度 双方在中印边境方面来说的话 有所谓对峙的这个状况 他们现在对峙在什么地方 对峙在这个班公错湖 在拉达克那附近 那这几天的这个最新消息 印度就说好 我们这样持续的部署 他们目前要多部署三万人 到这个对峙点这个地方 那他们指控中国大陆就说 你们为什么这一次 中国大陆要挑衅呢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最近在这边修筑一条公路 那修筑一条公路之后 未来我们要这边持远更加方便 而且你知道他们为了要修筑 这条公路的时候 他们甚至之前还建了一个 西腰山洞的这个检疫机场 西腰山洞可以大举的 这个池圆洞这个地方 所以为什么中国 都要介入这件事情 一旦让你这个公路 还有西腰山洞已经完成了 让你完成这个公路来说的话 这个地方可能会被你牢牢掌握 所以中国大陆不能够 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还在想说中印到底在打什么 吵什么不要看只是一条路 这条路过去可以建一座机场 机场是西腰山洞 这个是可以装战备 装兵力 过来的话 这个地方不就等于 另外被你前沿往前推了吗 对 好 印度这样子做来说 中国大陆当然不是省油的灯 我们看到这几天的习近平 在跟解放军的团体 在见面的时候他就说什么 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 底线思维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的底线 国土那些东西 或者说印度在那边 先修这些路 我们要谨守 不能让他们完成 这几天解放军派了这个 他们部署的AR500系的无人直升机 到那个地方飞 我们看到这个直升机 这个直升机你要看说 那不就是一台直升机吗 据讲这台直升机 一般的时候它可以在高空中去飞 它起飞的高度可以在5000公尺以上 甚至最高可以飞到6700公尺 也就是说你看 这个他们最近对峙的这个班公错湖 大概是海拔4500公尺 一般的直升机要到这个地方很困难 为什么 第一个 这么高空之下 这个地方的空气吸饱 所以一般的直升机 可能到这个地方 反而不容易飞得上去 再来就是说它这个无人直升机 我不需要驾驶 我只要操控 所以我可以深入到 这个到不了的地方 我可以去侦查 我可以获得更多的资讯 也就是说 这是中国道在那边步的一个天眼 所以无人直升机 不只是无人直升机 原来上次我们才关切到说 印度你根本是拿大炮打小鸟 不过就是无人机 你居然出动了苏凯30 你最精锐的飞机要来去追逐 要去炮打无人机 那我可怜 原来这是为高原而生的 没错 就是说这个是他们中国道的耳目 我给你冲突的时候 很简单 我先把你的耳目打掉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苏凯30会起飞 我们当时都觉得大炮打小鸟 原来就是 这个其实是中国道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布局 除了这个之外 中国道最近又派出了什么 因为我们到他们双方对峙的地方 叫做班公错湖 一个高原的湖泊 中国道就动用了一个 他们神秘的部队 这个叫做西海部队 西海舰队 大家就想到中国道有东海舰队 那些哪来的西海舰队 没有听过这个西海舰队 据象很简单 它其实是原本驻扎在 这个舟山群岛的一个 这个水上交通交通队 那在1968年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中印已经有冲突的时候 他们就把这个队伍 调到这个地方来 那你可以看到 他们派驻的大部分都是这种巡逻船 那巡逻船其实这个船身有特殊打造 它是用玻璃的 那玻璃的话就是在这个高原上面 行驶它重量更轻 而且我可以载更多武器 毫无疑问对印度人造成一个 非常大的压力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要中印的这个冲突来说的话 还波及到了部分的印度人 为什么要波及到部分的印度人 你看这是印度内部 印度内部在加尔各达那附近来说的话 最近有185名护士他们就说了 我们是印度人 因为加尔各达那个 因为我们到印度的这个种族相当复杂 那他们有一组的族人 刚好长相就跟中国大人非常像 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当护士 当护士的时候没想到 这些护士就被他吐口水 就因为他们长得像中国人嘛 就说你们滚出去 你们真的是中国病毒 你们真的是冠状病毒的 这个就是你们搞的 就被人家排斥 所以他们就集体要辞职的这个状况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印度内部排华声浪 正慢慢在升高之中 所以我们看到了 当川普要补足喜马拉雅南亚的 最后一块板块 达成他的所谓的封喉微笑曲线 习近平会不知道吗 习近平当然知道 习近平这一招出的真险 他居然使出了一时两鸟之计 因为现在蝗虫的災害 准备从这个东非要飞到这个 印度跟巴基斯坦的这个边境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一小撮的蝗虫 就可以让两千多人的食物被吃掉 那这一次的蝗虫灾害是 可能可以说是 这可能是30年来最严重的一场蝗灾 那居然不用讲 这些蝗虫过境的话 印度跟巴基斯坦两个国家的农作 大概没救了 可是在这个状况之下 印度跟巴基斯坦居然罕见的说 我们不要再这个争端了 我们赶快联手 一起来抗这个蝗虫灾害 这一次的蝗虫是这样 它从东非开始 然后飞过这个阿拉伯半岛 来到这个巴基斯坦跟印度这边 对不对 那未来预估可能到6月7月的时候 它会进入中国大陆 是 进入中国大陆它有两个途径 一个是从孟加拉这边进去 一个是从这个地方进去 越过喜马拉雅 对 两个地方都会进到中国大陆 中国到今年都已经有良荒所苦 我们前一阵子不是说 他们从这个巴西又采买了多少大豆 所以连中美贸易大战这个人 他说我要买美国的大豆 为什么 因为他们很怕会有黄灾 这是前一阵子 他们不是有一个公文就是说 我们要虫口夺梁 饱风年 所以意思就是什么 蝗虫对中国到来说 是个非常大的压力 而且因为今年是正值 中国到小康之年 我今年能够登上这个小康社会 结果假设蝗虫灾害来了 影响了GDP 让农民的这个生活 这个水准下降的时候 那不是生活就整个都没了 所以世仇把手给牵上 巴铁会愿意去跟印度一起抓蝗虫 背后习近平推了一把一箭双雕 第一雕 蝗灾 你不要让它飞到中国大陆来 那第二个目的呢 第二个目的要降低这个 印度的防备之心 为什么这样说呢 事实上最近在这个中国 印度之境发现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在当地的这个 中印边界的民众抓到一只鸽子 那这鸽子大概就长这样的鸽子 上面有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字 所以很多人就 这个印度人就说 这个会不会是间谍鸽子 他们就去举报 那后来这个没有证据说 举报这个是间谍鸽子 那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呢 因为过去的 巴基斯坦跟印度境内 真的有很多间谍鸽子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鸽子是真的有带一些加密讯息 就没想到被这个印度当局的捕获 捕获然后把这个鸽子交给警察 就说上面有这个神秘的数字 这神秘数字难道是他们在 有什么样的这个串联或是怎样 就把这个称为叫间谍鸽子 好 那为什么会可以这个 要说是联手呢 因为第一个 如果印度 如果现在印度跟巴基斯坦合作之后 双方如果关系好 等到蝗虫灾害一过之后 如果我再跟巴基斯坦两个 再合力夹击印度的话 那是不是更好 所以对印度来 所以对这个习近平来说 第二季就是要降低印度 对巴基斯坦的防卫之心 杀得你猝不及防 川普的算盘很清楚 他就是塞浪印度在中印边界去添乱 让你习近平到处封火 你来不及灭火 这个是川普的盘算 再简单不过 习近平也处处在防堵 对 好 我们刚才讲到习近平之后 现在我们讲川普 川普他这几天难得在推特上面发表说 美国准备好了 这个中国跟印度的这个冲突的话 我们有意愿也有能力能够调解 或是仲裁他们现在的冲突 然后还说谢谢这两个字 好 那除了这个川普这样说来说 美国的这个助理 国务卿的这个维尔斯 他说什么 他们说过去如果我们在说什么 中国侵略是这种瞎扯的话 那你去问问印度 印度很了解 所以他就说印度应该反抗 所以言下之意他们在塞浪 就是印度你要跟中国大陆 最好是反抗起来 好 那印度为什么要跟中国大陆反抗 事实上印度也有甜头可以吃 什么甜头呢 就是所谓的商鸡 他们商鸡有什么商鸡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印度面临到时候 这个美国现在还有日本 现在不是都要求把供应链 离开中国大陆吗 离开中国大陆有一个地方会去 那就是印度 所以印度总理莫迪 他也闻到这个风 所以他最近什么 他跟1000家的这个厂商 准备洽签要回到印度 而且他还准备了两个鲁森堡大的土地 说你要土地 我给你土地 两个鲁森堡大的土地 约莫是5000平方公里 那大家可能没什么概念来说 我用台北市来说 当然是18个台北市大的土地 很大的一块地方 所以这土地是相当大 就是说我这里土地准备好 你就要拌多少场 多少土地 我全部给你 所以显见得到的话 他就是要抢夺所谓供应链 从中国大陆移出来这个状况 那边拔起来 连根拔起 这边种下去 好 那到底有没有人过去的 当然有 第一个首先过去的就是苹果 苹果就说我准备把中国大陆 约莫20%的产能 我准备要移到印度去 那为什么要移到印度 印度现在刚好有土地 有资源 而且印度现在有一所谓的 自治率的规定 所以我提高自治率来说 我在印度可以卖得更好 所以苹果已经做好这个准备跟打算了 那除了这个之外 最近印度也是莫名 他们网络上就兴起了什么 挺台湾这件事情 我们之前不是讲过说 Tweet for Taiwan这个运动里面来说 全世界有一半的人是印度 表示说他非常的支持台湾 就现在印度是什么 印度也出现了一个奶茶联盟 什么叫奶茶联盟 因为我们知道前一阵子 不是在中国网友对抗的时候 从泰国开始跟中国网友对抗 那泰国网友就联合了 包括说台湾 包括联合了这个香港 组成一个叫做奶茶联盟 那这样来对抗中国大陆 就印度就说我们也是奶茶联盟 我们有印度拉茶 所以他现在也加入这个奶茶联盟里面 那你看这个照片是个 这张图片是非常有意思的 你看我们蔡英文总统还有我们国企 那拿着这个台湾代表台湾的珍珠奶茶 这个是莫迪 这个印度的国企 代表的是印度的拉茶 两个在什么 Cheers 就说恭贺你蔡英文总统连任 尤其是这个你们越不能说 什么蔡英文总统连任 我们越要说 所以你显见得到 印度现在是兴起一股 所谓反中跟亲台湾这股势力 毫无疑问来说的话 台湾在这中间来说 或许可以享受到商机 但是其实印度可能是在这一波 所谓供应链移出 中国大陆上最大的一个获利者 而是 土兰 中文人 土兰 这 正代表的是 这 的 法 人 感谢观看